大家好,我是周姓光牧师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关键三十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要如何可以经历到天国的丰盛 我要跟大家分享那个关键 那个秘诀就是创意还有创造力 你还记不记得神一开始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 他将亚当跟夏娃放在地上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当时撒旦和他所带领的三分之一的天使 因为背逆神而被摔在地上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地方说到 地是空虚混沌 深渊上一片黑暗 在那个时候整个地球是充满了混乱和黑暗 那为什么神要将亚当跟夏娃放在这样子的环境 放在困难、问题、挑战还有挣扎的中间呢 可是你要知道 其实就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 因为我要告诉你 神命定我们生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 神说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面是得胜有余的 意思是说你跟我都是得胜者 而得胜者的意思就是要解决问题 我们是一群解决问题的人 然而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到这一切问题的解答呢 答案就是 我要告诉你 世界一切所有问题的解答 都蕴藏在属神的奥秘领域当中 是人想都没有想过 听也没有听过 看也没有看过的 而这一切的事情都只会向神的众儿女显明 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耶稣说神乐意把天国赐给我们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一节 他也就是耶稣回答说 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 却不给他们知道 意思是说 这所有的解答都蕴藏在神的国当中 而你没有办法想象 你属天银行的账户有多丰富 你知道我们在教会的理念 一直在讲转化转化 可是所有转化的钥匙 到底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让我告诉你 就是天国的奥秘 这些人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解答 都是锁在天国的奥秘的领域当中 只等到那些渴望解决问题 并且由着属天创意的人 来找到这些转化的钥匙 让我告诉你 每一个领域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政治、经济、媒体、艺术 再怎么样困难的光景 让我告诉你 神都有解答 当然迅光牧师必须要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我并不认为基督徒 应该要骄傲地认为 我们有所有世界问题的解答 但是若是这是关乎神 所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和命定的话 要去解决我们所看到的问题 那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 来知取这天国的奥秘 你一定要知道 神之所以把你放在这些问题 这些困难、这些挣扎的中间 就是要你来成为 祂给那个环境天国的解答 所以透过你的创意 其实是你支取了天国的奥秘领域 来带出影响力 还有神所要看到的结果 不仅是如此 创新跟创意 正是神要将财物的兴盛 带进到我们生命的管道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请问这样的创意 最容易在哪一个地方表达出来呢? 让我告诉你 就是透过你的工作 但是我要讲的不是那种领死薪水的工作 大部分的时候 那种工作的心态 是不需要属天的创意 而那样子的心态 也不会带出不同管道的收入 在《生命纪》第八章第十八节那边说到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祂赐给你的 我要坚定祂向你的列祖启示所立的约 像今天一样 来跟我思想一下 这边说到得财富的能力 给和尔本讲的是得货财的能力 这个得货财的能力不是种乐透 让钱可以神奇生出来的能力 而是以创意跟有智慧的方式 来运用你手上的金钱或是资源 来解决你所看到的问题 而为周遭的人带来帮助和益处 同时呢最终也会为你带来利润 要如何开启神所赐给我们得货财的力量和恩赐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些的元素和见证 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盼望的眼光 你知道吗 神对于存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问题 每一个艰难的状况都是有解决的答案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解决问题的神 然而在基督信仰的当中 最大的悲剧就是 当我们认为每一个问题的解答 就是耶稣的再来 意思是说 所有的问题都得要等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才能够解决 我不管这个听起来有多属灵 事实上这样子的想法 却是贬低了基督宝血的大能 还有神所赋予我们转化 还有治理的使命 所以不管我们活在地上有多久 我们是拥有从神而来的特权跟许可 要来回馈我们的社会 要来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 当我们看到在这社会上面 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要失去盼望 或是认为唯一的答案 就是神的审判 或是教会的背体 反而我们必须要知道 耶稣的宝血 绝对带着救赎的大能 也足够我们这群基督徒 可以透过仆人的服侍 带来拯救 医治 和好 并且恢复所有的一切 回到神原本所创造的心意 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有盼望的眼光 第二个元素呢 就是我们需要有服侍的心智 从天国的角度来说 治理这地 不是想办法要坐大 或者是要爬上高位 而是我们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 转化的关键 是在于仆人服侍 只是天国文化的服侍 跟世上的服侍是很不一样的 天国文化的服侍 是以君王的心来服侍 以仆人的心来治理 跟属世的文化完全相反 世界呢 是以仆人的心来服侍 但是神的国却是知道 我们的身份 所以我们能够在服侍的时候 展现出君尊的慷慨 但是当我们要治理的时候 反而转成仆人谦卑的模式 就像耶稣一样 天国的丰盛 是被什么所启动的呢 就是当你看见这个社会的当中 或是你看见你环境当中的需要 你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呼召 跟负担 你愿意去满足那个需要 你愿意去服侍那个领域 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 而神就会把天国的奥秘 也就是问题的解答跟策略 向你来启示 并且还要把你所需要的恩膏 跟恩宠赐给你 意思是当你的心 想要的是服侍跟满足需要 而不是为了要赚钱的话 天国的丰盛就会被触动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见证 你知道印尼的斐利牧师 有一次在讲到才干的比喻的时候 他曾经这样分享 他说每一个人呢 都有那一千两 那一千两呢所代表的就是基督的救恩 这是最基本 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第二千两呢 就是讲到我们的教会的生活 教会就是帮助我们可以长大成熟 那个属灵的家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属灵的家 第三千两呢 讲的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命定 跟呼召 而对斐利牧师来说呢 就是建造教会 赢得灵魂 门逊列国 可是当他四十岁的时候 他跟神说 他说神啊 我要用你所给我的第四千两 就是我想要画画 因为我想要把你所给我的意象 跟异梦能够画出来 好不好 当我一面再讲的时候呢 我们也一面来欣赏 斐利牧师他所画的画 斐利牧师说 虽然我曾经带领了几十万人归族 但是我知道 有些人永远都不会进到教会 可是他们却会透过我的画来认识神 你要知道斐利牧师从来没有学过画画 他最后一次画画的时候 是小学二年级 但是当他跟神 要转化艺术领域的钥匙的时候 神就大大的恩高他 你知道我曾经参加过几次他的画展 现场很多的时候跟特会一样 很多的人站在画的前面 痛哭悔改 或是被圣灵充满 还有中国有名的非基督徒的画家 来看他的画的时候 看完也问他说 你真的没有学过画画吗 他就说没有 那个人就说 那也请你为我祷告 你知道斐利牧师的画有多昂贵吗 而且不但卖出去 还是一画难求 为什么 因为他只有在礼拜一 他的安息日的时候 他才能够画画 如果他有出国服饰的话 就连画画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就有人问他说 那斐利亚 你就做画家 你赚那么多 干嘛还要做牧师呢 他就说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神所给我的护照 也就是神所给我的第三千两 可是呢 我的第四千两 是要为我的护照来效力 而不是要来取代护照的 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当你的想法是要服事 去满足需要的时候 神就会把得货财的力量赐给你 第三个元素呢 就是你要认识自己 还有管理好你的财干 当你领受了护照跟负担的时候 不是要想你没有什么 或者是你要等某一个有钱人 或者是企业家 你才能够去做什么 但我告诉你 神绝对能够使用你手中的五柄二灵 你知道天国文化的装备课程 是怎么样出来的吗 首先 我对于教会的转化 是有极大的负担 因为从小我在教会里面长大 发现教会的文化 不见得是天国的文化 而我也对下一代是很有负担的 我就想说 我们这一代参加了这么多的特会 领受了这么多天国文化的启示跟教导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属灵的产业 整理出来 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另外呢 也有很多的牧者问我说 哇 天国文化特会真的很棒 可是我的教会要如何来跟进呢 怎么样子能够有系统来装备呢 而不是东听一篇 西听一篇的信息 最后呢 就是五六年前的时候 我听到我们的主任牧师 欧牧师他曾经分享过 说我们的教会 应该要我们自己的装备课程 它里面很有负担 可是我却也知道 主任牧师真的很忙 所以呢 我就很想要服侍他的意向跟渴望 最后呢 我也想要帮助我的爸爸妈妈 去服侍所有林良堂的分堂 但是我之前跟大多数的分堂 其实互动并不多 林良大家庭是关系导向的 当我要去服侍他们的时候 总是要师出有名啊 所以我就开始整理我的奖章 二十多年来 我写逐字稿的习惯 让我很容易的就可以开始整理 这些的课程内容 我就跟神说 神啊 我没有时间重写一本一本的教材 但是我几乎每一个礼拜都要讲到 就让我所讲得到 不但能够喂养青年牧区所有的弟兄姐妹 更是能够成为祝福教会 分堂还有友堂的装备课程 我只有时间跟力量可以丢出一颗石头 但是让我能够一次打中很多只鸟 就是所谓的成语 一石二鸟 你看哦 我知道我整理的逻辑系统 很适合华人的教会 逐字稿的习惯 也适合编写教材 教导和讲道的热情 还有恩赐 也适合带出更多的诗资 加上顺光牧师我没有孩子 所以我是A上牧者的当中 最适合到处去传递的人 我跟训证牧师 信中牧师非常的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认识我自己 再加上尊容我们彼此的恩高跟恩赐 所以呢我们就不会比较 反而在我们彼此当中搭配得很好 以及当我写出这些课程的时候呢 我可以去众教会 去推动 去教导这样的课程 而因为这样子一个服侍的态度 因为这样子一个我认识我自己 神给我的那一份 以至于呢可以带出神的供应跟丰盛 在我们的团队跟我个人的需要上面 第四个元素呢是创意和智慧 你知道苹果电脑的这个创办人贾伯斯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我不想要做出人想要的东西 就是你知道那个发明汽车的Henry Ford 他说若是你问当时的人的话 他们只会说你给我更快的马就好了 这是为什么他们以前卖车的时候 他们要讲玛丽玛丽 就是因为只有讲这个他们才听得懂 所以呢 Steve Jobs 可以 曉博斯他说 我不想要能够做出是人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设计出来的是 如果人们知道是有可能被做出来的 他们会想要的东西 让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子的观念 苹果这家公司这么的有影响力 而且他们的利润也非常的高 你要知道我们的神的名字叫做Elohim 也就是造物主 他有着全宇宙最强大的创造力 而我告诉你 圣灵也是全宇宙最强大的搜寻引擎 他可以搜寻天国的奥秘 或是世界的智慧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问题 还有满足人的需要 创意和智慧最棒的地方是在于 They are free 他们是免费的 是零成本的 有着无限的潜力 让我告诉你 创意无价 成本是零 你刚才看到斐利牧师他所画的画 神真的是把得获财的力量加给他 画漫威漫画的创办人Stan Lee 他也说 我本来也只是想要画个漫画糊口而已 谁知道今天这些的人物会红成这样 复仇者联盟 第四集 早就已经破了影史票房的记录了 然而创意跟智慧是在于 你不要害怕失败 或是轻看任何微小的开始 你知道钢铁人Iron Man 要拍第一集的时候 漫威这家公司都快要倒闭了 大家都在唱衰他们 如果他们当时害怕的话 他们只敢继续地去卖他们的人物版权 他们不敢跨出去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漫威这家公司的光景 编写天国文化装备课程的里面 也是神告诉我说 你不要用跑壘式的方式 这样子的话上的人只会越来越少 需要有一个开放性的自由度 可以满足每一个人 在他人生不同季节和阶段当中 会想要装备自己的 而不是被规定和强迫的 另外呢 这一套很像是不同钢铁装的课程 也是可以配合所有教会原本的装备系统 作为辅助 并且服侍所有主任牧师的意向 就像是有些的教会 会挑选他们想要的课程 而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最重要的是 人人都可以教 有学生版 教师版 还有精装版 就像是钢铁人的钢铁装一样 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 最后呢 当Asia for Jesus办特会 或是约束了乐团在巡回的时候 你要知道人力 时间还有成本都是超高的 现在当我们去到一些的地方 一些的城市开装备课程的时候 只需要或许是二十分之一的预算和人力 只要迅光牧师带几个童工 带着PPT MP3 还有想要推广了这些的意向影片 既有系统的可以教天国文化的课程 又传递了Asia for Jesus意向 又带着我们所有的商品 可以去提供给弟兄姐妹 又顺便培植我们自己的师资 加上我跟那间教会的牧者领袖 可以建立关系 经济效益完全不差一个 花了一两百万所办的特会 你看看哦 当专辑不再卖 实体专辑不再卖的时候 神就给了我这一颗石头 可以打很多鸟的创意 你说他棒不棒 最近的两年呢 Asia for Jesus开始制作 像是关键三十 可以勇敢 还有许多不同的节目 一开始呢 我都觉得 这些节目谁会看呢 你知道在YouTube上面 看这些节目 比看我们青年崇拜 聚会或者讲到的人 都还要多 我去哪里 大家都跟我说 这些的节目非常地有帮助 因为没有那么长 是很短的 两年前呢 我开始录有声书 因为几年前 Renny Klum 牧师呢 在听完我讲道之后 他就说 哇 我从来没有听过 有人念讲章 念得这么有热情跟恩高的 如果别人 这样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可能早就被冒犯了 但是我却很清楚地知道 这就是我的优势 于是呢 我就开始录有声书 录得就像讲道一样 很有情感 而且对我来说 非常的快速 可能两天 三天就可以录完一本书了 而且呢 还可以一面录 一面叫第二次的稿 去年开始的时候 我在录有声书的时候 还请团队来帮我录影像 因为呢 我超级会读字幕机的 我关键三十的记录 是一天就可以录八集 那我就想啊 有声书 光是有声音 没有影像 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看书的 但是看YouTube 而且每一张 大概呢 大概是十五 二十 然后不会超过三十分钟 与其推动小组 一起来读书 还不如让小组 一起来看光哥分享 然后再一起来讨论 我们有了这个东西 一方面又可以卖有声书 又可以卖影像 或赚取点阅录 而且呢 还是只花我一次的工的时间 成本又不高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台湾人 都不太买这些有声书 所以有一次呢 在录制有声书的音 跟影片的时候 我的里面 就充满着挫折的念头 里面就有声音说 谁要看啊 谁要听啊 谁会要买啊 你根本就在浪费时间 可是当这个声音 在我的里面想起的时候 神就对我说 不要轻看任何小的开始 你只要负责撒种 我就会叫它成长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我的时间跟你们一样多 我虽然很健康 但是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我也只有领教会的一份薪水 然而神的创意跟智慧 却是源源不绝地在我的里面 我的家的收入 在这几年来 增长到三倍到四倍 不是因为我被加薪 而是因为在明白了我的身份 跟我的命令之后 我想要服事 我想要解决我所看到的问题 我想要发挥我的创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你 神祂设定的就是 把你跟我放在问题的中间 就像当时的亚当跟夏娃一样 神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混乱 黑暗的中间 然后透过一个盼望的眼光 还有可听见祂声音的耳朵 给了我们可以支取 属天解答的智慧 还有创意 意思是说 我们都要成为那个得胜者 也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过程的当中 我们的生命会长大成熟 我们会蒙福兴盛 而这世界也会见识到神的良善 因为神就是给我们 得获财的力量和创意 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更有钱 而是为了坚定他向你跟我所立的约 佛章神牧师说 神不是孤儿院的院长 只是要确保我们三餐温饱 有地方睡觉就好了 你要知道神不只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 祂更是要跟我们一起来做梦 并且一起来煮梦 而今天神也要把这样子的能力赐给你 在最后我想要带你们一起来祷告 我要求神把这样子的创意 把这样子的智慧放在你里面 因为耶稣已经说了 这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 不给他们知道 这些所有属天领域的丰盛跟资源 都是神为祂的儿女所预备的 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祢 因为祢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 主要把一切的丰盛 一切所有天国的资源 都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我们不再是贫穷的 主我们也不再是缺乏的 主我们也不再是只是刚好勾用而已 因为主透过智慧 透过天国的创意 透过一个渴望解决问题的这样的心智 透过一个盼望的眼光 你要将天国的丰盛 得获财的力量 你要把它引导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因为祢是那位良善慷慨的天父 让我们可以与祢一起来同工 将祷告奉靠绝世的名求 Amen 我要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关键三十 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的里面 迅光牧师有讲到任何一点是你所缺乏的 比如说你缺乏一个盼望的眼光 或是你缺乏你不认识你自己 你不知道你的身份 或者是我讲的任何一点 这些的天国的元素 可以把神的丰盛 得获财的力量 带到你生命当中的 你都可以留言在这下面 然后让我们知道 那如果你听完这篇信息 里面有任何的领受 有任何的见证 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板当中 可以跟我们分享鼓励我们 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制作什么样的节目 更多来祝福帮助你的生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